在国小数学大部分都没有问题 国小数学我就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 那今天我就先不讲国小数学 那我等一下会提几个概念 国小数学是可以用的 那都做得挺好 来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 第一个是理解问题 为什么我会说理解问题 因为我们数学的题目 它并不是纯文字你知道吗 有很多的题目是 比如说你要观察图像 那有些是几何 有些要找规律 有些对称 所以你光是理解问题这件事情 简单的说就是跟它的OCR 光学制服识别技术有关 所以变成是 你的OCR的技术必须要发展到 完全可以99% 95%以上 能够完全理解问题 我觉得就够用 可是你目前来说 我们国中数学题目 有很多题目 以AI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理解问题 也就是说你丢土给它 它可能不清楚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它误判 所以在我跟AI AI沟通过程面我丢土给它 我会请它解释一下 它图片辨识之后 它的理解为何 你稍微复杂一点 题目基本上它的理解都是错的 所以当你理解问题 有误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去解题 所以在数学上面 你这个理解问题上面 是一个大难题 它跟英文语文类科 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本质是文字阶楼 它是语言模型 所以变成是 光是在理解题目这一块 我要把图片转换成文字 我觉得这边问题就非常的大 那我也相信 未来在欧西亚技术会发展 最近有一些 AI做AI教科师的国家 好像韩国 他们就有几个公司 是专门在发展欧西亚技术 有一些很先进的技术 慢慢在发展 在突破当中 我会希望说 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光学制服识别的技术 不只是几何题目 它是一个应用问题 那里面就会有一些图片的相对的关系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识别这件事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做题目 你知道吗 你AI你连题目你就搞不定 你根本要说还要去辅助学生学习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欧西亚技术 那欧西亚技术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原来上在AI里面就是图形的识别 之前我们贴给4O的时候 它的识别的技术没有很好 现在O1的识别技术比较好 我试了O1 但我没有回过头再试4O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 你就是说O1OK 可能4O也OK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难的地方 欧西亚的技术 需要再做突破 那4O就是日常任务 那O1的话 因为上你要解比较难的逻辑的题目 辩论的题目 数学题目 我们就同意用O1 或是你要写程式 就是用O1 那一般日常实用就是用4O 比如说你要写文案 要干嘛的 问一些正常的问题 就是用4O 我们先来示范一下 这个难题在哪边 来我们就直接找国中教育会考 历届试题 拿国中教育会考历届试题 是最标准的 来我给大家看 你知道这题目 塞太多了 比如说像这个 比如像这种题目 它是一个展开图 你这个题目展开图 你说展开图 你要怎么识别 像直角座标平面 它是有规律的图案 来再来 你看对称图形 它给你对称图形 让你去判断说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之后 是不是对称图形 你光是要识别这个题目 这你知道 这个难度是有的 你知道吗 来你看这个几何 要示范比较难一点 给大家看 这一题比较难 这一题够难了吧 你看20题 那我们这样就截图 进阶推理 OK 所以我将图片写给它 好 像一般来说 我们数学的话 就是这样 一定要先确认 对题目的理解为何 等我确认之后 再进行其他动作 那这里的话 更新版是 以前的O1 没办法上传图片 但是 一拜四之后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新的改版 我觉得很好 以前我的做法是 我先到4O去识别图片 然后再把识别之后的 文字序再丢给O1 可是以前就这样做很麻烦 所以现在是直接O1 就可以识别图片 我觉得方便非常的多 所以 新还是很大 我觉得进步的很快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逻辑 有没有对 题目是这样 GPT的理解 这真的很难 这真的很难 但是 因为它是 它是语言模型 所以它只能够用文字叙述 所以我 我个人在猜测说 能不能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方式 比如说可能是不是用向量 还是用什么方式 来表示这些几何图形 但是也是类似文字的叙述 只是说用不同的模式来表示 所以 我觉得这好难 我觉得这好难 所以你看一下 它对题目的理解 所以你看 它说给定一个四边形ABC珠 EF是在BC上的两点 它还知道说 顺序是B E F C 它其实辨识的蛮准的 G点在上边A珠上 我老实跟你说 它这辨识能力 已经算是很强了 真的很强 真的很强 再来 G E F连接 形成的线段 G E跟G F 好正确 标了四个角度 分别的是 脚1 脚2 脚3 脚4 所以这些脚 应该是由 G E跟G F 两个线段 跟周围边所形成的那一脚 没错 是正确的 相对位置如下 脚1大致在1点处 OK 1点朝向 G跟F的方向 形成脚 好正确 脚2的话在F 然后是有F点 朝向G跟E的方向 形成脚 正确 再来 脚3 脚4 似乎是分别在G的两侧 G分别朝向A G分别朝向A与E 好 所以第三个的话 脚4 脚4它这边没有特别讲 好 你看这边脚4 它就有点模糊 脚4它就没有特别讲 讲清楚 可是你知道在数学里面 你没有讲清楚 不行就是不行 像这里 我对它就有疑虑 脚3 脚4 但是我对它是有疑虑的 好 那题目这边有四个选项 对不对 像我这有疑虑的话 我就要给它补充一下 所以我看按照它的叙述 补充说明 脚3在G G处G点 然后朝向A点 与E的方向形成这样 在要它解题之前 你要先做这件事情 你要先确认说 它对题目的理解是正确的吗 所以脚4在G处 由G跟F 有G点G 好像G点跟F点所形成的脚 好像这样 好补充一下说明 好 那它会根据我补充的说明 去做整理 像这样 好 接下来 我们用国中生可以理解的方式 好 那因为我刚刚忘记说COT COT就是 COT叫做 Chain of Sault 就是思考链 在我们在解数学的时候 我们都要使用COT的技术 就是思考链的技术 思考链的技术是指说 我每做完一步之后 我要回去再对一遍 我把得到的结论 再回去对一遍我的过程 我没有正确 所以在解数学的时候 我们都要用思考链的方式 你做完一遍之后 要回去对你的过程 就再对一遍 逻辑上有没有错误 所以在O1跟O1 Pro里面 它已经内建用思考链 去做这些逻辑的思考 所以它在做的时候 会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它要回去比对 我剩下25次O1回应 你看我付费的话 我用完25次 我要到12月13号 我才能够重置置数 这样省着点用 好 所以它这里的话 好 它答案是错的 所以你看 这边应该是 1-1加2会等于 3加4 连会考的几何题 它都没办法解出来 我用的已经是O1模型 而且我确认 它的题目叙述 大当时证据 所以你更不要说 我要训练一个AI 来去教学生解题 真的还差得远 这题是属于分析的题目 因为它必须要大小关系 会有一个共同的角去分析 详细的解题 我不会在那边教大家 这个题目你要解出来 1-2-1-2-3-4的大小关系 找到正确选项 它需要去分析 那个角度的条件 用内角度去做分析 所以这个题目的难度 是属于分析的难度 我们在Room的认知程式里面 我们有知识理解 应用分析 像这一题就是分析的 好 就算它题目 它能够理解的 你需要由我们这些 几何的概念去做分析的时候 基本上它离正确答案 还非常的远 它不是差一点点的 所以它还非常的远 因为这边你必须要知道 脚1-2-3-4 完了之后你还要去推 脚1-3-2-4的大小关系 所以在这一题里面 是算是有难度的 我们人类在做 经过训练的人类在做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就以语言模型的AI来说 它要解这一题 真的还差蛮远 所以以我们现在市面上 你常看常见的 比如说GPT GEMINI 那Cloud 它对于在国中数学上面 你要拿来辅助学生学习 或是要教学生解体 还真的还差很远 有太多问题了 我现在只是举一个例子 给你看说有问题 所以第二个问题 当然就是解决问题了 解决问题是 因为解决问题 为什么会有问题 是因为它的本质 它的本质是语言模型 语言模型就是在做文字阶容 所以你在做文字阶容的状况下 你要去让它做一些逻辑思考 分析的部分 数学 以它的本质来说 就是立有未来 但是它也没有说不擅长 那我相信你们也听过说 AI解什么数学 解什么维系会很厉害 我跟你讲 我们数学有很多领域 它知道内脚有180 所以刚刚那一题 我引导它 我引导它 它可以推得脚1加脚2等于脚3加脚4 它是可以知道的 它是可以推得这件事 可是要再往下去 我就有点难过 我引导它 要让它去推出正确答案 其实都还有点难 我不断的给它条件 不断的教它 要引导它去正确答案 它都不太能引导到正确答案 因为它的逻辑思考 会陷入一个回圈 没办法走出来 好 基本的几何它是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要讲这件事情 我刚刚给大家示范的是 AI不擅长的部分 那我现在讲它擅长的部分 它数学很厉害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厉害呢 代出它超厉害 代出就是说 你只要有关于微积分 方程式这些东西 你只要有什么XYZ 有关于代出方面 它基本上它很强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写成程式的 它都可以有演算法 它都具有一定的性质 比如方程式 那个公式解 怎么解那个都已经解析好了 基本上那个都有内建 很多的函式可以使用 你只要可以写成程式 去求解的东西 对它来说 它都很厉害 所以像微积分 像这些方程式代数类的 它都很强 所以你如果要它是解放的时候 它很厉害 基本上它大部分人的状态都会对 也比大部分人类还厉害 好 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那有些术语量 它也都蛮厉害的 那它不擅长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呢 好 回归到它的本质 它的本质是 是原模型 所以对于那些需要应用分析 尤其是分析以上的 它就没有那么在行 所以我这边给大家总结一下 你必须要分领域 比如说三角形内角和180 它是属于集合里面的知识理解 这件事它知道 它是没有问题 所以说你请AI它去解的题目 如果是属于知识理解 层级的数学题目 是没有问题的 大部分的状态下都没有问题 不管是代数集合或是其他 你只要是知识理解程度的 AI应该都没有问题 什么内角和180 有什么对角线有几条 有内角和几度 那个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什么 应用跟分析 好 那评鉴创造就不要讲了 我们应用分析 其实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最难的题目 就是分析一类的题目 我们一张考卷里面 最难就是分析一类的题目 刚刚那一题几何题 就是属于几何的分析一类的题目 那个它就不行 代数类应该是 应用分析都没有问题 几何的话 应用分析就不行了 其他部分的话 因为代数几何 我把它归类在其他 可是其他其实也有分 也有分什么 统计几率 数语量 那些还是有分 那比如说 只有数学是几何以外 不是代数 也不是几何 以外的 如果你有需要用到分析 它很多状况下 它也不太行 你这样去想 只要能够写程式 有一个演算法 得到答案了 它都很新 那只要不是那种有演算法的 可以写程式的 那种题目的分析类的题目 它都不太行 这样大家能够理解吗 像有一些资优数学 它是需要分析的 分析好几种状况 所以可以有的不行了 所以分析类它就没有那么在行 我这边挡住了 这边挡住了 所以还是有分 所以几何是它比较弱象的部分 这个只有真的用过数学 只有数学老师有用过AI的 才会理解我今天讲的东西是什么 在AI的世界里面数学 太难了 我觉得太难了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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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